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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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呼就是个问号 知呼则也的呼 我的意思呢是 真的是知音难觅吗 以前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余伯牙 一个叫做钟子齐这两个知音 余伯牙很会弹琴 钟子齐很会欣赏 哎呀真的是 善哉呼 这个是钟子齐讲的 每次听到那个余伯牙 在鼓琴的时候 因为他最厉害的就叫高山流水 曲目了 叫做高山流水 然后呢 他余伯牙鼓琴的时候呢 然后呢钟子齐就在旁边说 哎呀善哉呼呼 鼓琴 唯唯呼 若泰山 泰山嘛 高山嘛 弹琴弹到这个流水的时候 就是哎呀善哉呼 鼓琴 汤汤呼 若流水 就说哎呀你这个 我一听你的琴啊 琴声啊 我就知道你在弹奏的是一个泰山 弹奏的是一个流水 然后呢余伯牙就说哎呀 真的是你是我的知音 知音难觅啊 知音难觅 我两个人就非常要好嘛 每次余伯牙都会钟子齐鼓琴这样子 好啦 有一天钟子齐死了 死了之后呢 哇余伯牙当然 因为知音难觅啊 只有一个知音啊 好伤心啊 就把他葬在呢 他们这个那个村子旁边的一个河边 风景非常的优美 然后每天看到这个风景的时候呢 然后就想到余伯牙 然后就开始又高山流水 砰砰砰砰砰砰 然后呢在怀念他 那太太不满了 余伯牙 余夫人 哎 老公啊 你也去探紧一下 家里面米缸都快没米了 你每天在那边到墓 到墓墓的前面呢 在那边鼓琴 在那边哀叹啊 什么天下之音难觅啊 都没饭吃了啦 那结果呢 余伯牙说 哎呀 妇人之见 真是 你哪知道知音难觅啊 哎呀 又带着琴呢 又到这个余伯 那个宗子琴的墓前面呢 又 喃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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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喃 太太来了 太太源源源走过来 看到又在那边 喃喃喃喃 就把他的琴拿过来 哎 余伯牙紧张了 她以为他怎么 是不是穷风了这样 是不是要把他琴给砸了 没有 太太呢 把那琴拿过来之后呢 非常恭敬的 端坐了下来 换他太太 喃喃喃喃喃喃喃 余伯人原来把高山流水呢 演奏了一遍 哎呀 演奏的情意啊 余伯雅一聽 哎呦 丟臭的 比我的情意還要高一籌啊 他哪是不會談的 婦人 他不是耶 他是一個 比他余伯雅的情意還高超的一個 一個情詩耶 哎呀 他說 這個余伯雅聽完之後呢 目瞪口呆 然後呢 這個余夫人談完之後 站起來 說 你以為天下只有一個余伯雅 你以為天下只有一個宗子旗啊 他當然沒講老娘 老娘的情意如何 是不是 我還需要去找一個宗子旗嗎 哎呀 知音難逆 知音難逆 那是你講的 知音只存乎一心 你是不是 你的心 有去找到 全天下 余伯雅跟宗子旗 萬萬人啊 對不對 只有你們兩個人 看對眼 看對位 其實呢 比你們高的人呢 非常的多 只是呢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整天沉溺在那邊 知音難米啊 回家吃飯啊 再不去吃飯 餓死了 米糕都空了 趕快去賺錢啊 結果給你參考